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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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爷 慢点吃 慢点吃 他不是童爷 他见识不是人 他是孩子们闭眼 我童孩长这么大从来没遭过这个岁 我在里头 也不是想着咱们标局 想着咱们的事业 我早死亡返回了我 童爷 你我看 你这个最糟的 是个好事 大镖头 我都这样了 您怎么还这么弱啊 李宗盛也太狠了吧你 大镖头说得对 吃一见掌一掷 挨了打才知道头 要不 你以后再干那些 可蒙拐骗的事 早晚把命都搭了 你个娘们 有你说话的分啊 大镖头 你看看这人 有多不知好歹 你吃的面 还是我给你煮的呢 行了行了 秀儿 童爷在里边 已经受了不少罪了 你就少说两句 喝喝 管管你们家女人 你说什么呢 谁是他们家女人 傻笑什么 童爷 说说 你在里边都遇到什么事了 别光顾着吃啊 说 说两句 每日大镇啊 这 这怎么说的 厨房里给你备了好几碗面 一会你可劲吃 一定让脸吃饱了 哎呦 哎呀 哎呦 哎呦 这这这这 轻点 这东城的里拐子打的 我气着呢 哎呦 这是拉扬车的小子 小子踹的 你轻点 你轻点 童爷 你轻点 这回在里头 可爱饱了 哎呦 从进去到处来 一点没断过呀 这都是贾克木那村子 故意整我 小心别让童爷我得了意 有一天 你捞在我手上 我一定让你后悔 你怎么从你娘肚子里 钻出来了 贾克木杀了瓦爷 瓦爷 死了 死的冤 这个王八蛋 真是痴人不断骨头 大彪头 贾克木早晚会对镖局下手的 他多心不义 尝不了的 童爷 说正事吧 杜仔山的三里镖局 关了门 我收了他的人和东西 现在 咱们地方不够用了 得换地方 杜仔山这个老狐狸 现在最关键的 是没有钱 大彪头 这钱可以凑啊 跟谁凑啊 大彪头 我觉得咱们这规矩 得改改 以往开标局 那标师入伙 空着手就来了 入了伙 就可以领安家费 既拿份先 又拿分红 这对标局太不公平了 哎呀 你想怎么改 很简单 拿银子入伙 没有银子就没有分红 安家费免了 没走标就拿钱 哪有这个道理啊 标师精品 历来的规矩 都是入干股 咱们走标 是玩命的买卖 给他们安家费 也是按他们家人的心 这个规矩不能破 可现在不是时序艰难吗 做买卖不能那么厚的 时局也艰难 标师的日子就更难过 就算让他们拿钱 他们也拿不出来 好 不说别的 就说这安家费吧 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您上哪凑下 咱们柜上还有些银子 先给大伙分了吧 其他的 咱们再想办法 大镖头 外面有人找 你先歇着吧 大镖头 眼下 不管什么活 咱都得接 你个王八蛋 你害死我了你 蔡先生 好久不见了 蔡先生别来无恙 好好好 来咱们里边坐下谈 坐坐坐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上次如果不是你 我和宋先生可就真的 留得心魂在 残驱赴劫灰了 蔡先生说的是 我党同仁的一首诗 诗里面这样写道 慷慨割烟事 从容做楚球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 残驱赴劫灰 清灵光不灭 夜夜照烟台 说来惭愧 我刘安帅是个粗人 蔡先生跟我谈诗 简直是对牛谈琴 那刘彪头您慢用 多谢 不过 这个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它听起来 还是让人血脉斑章 说得好 男人有志气 莫要辜负了 这颗好头颅啊 刘彪头 我们共患过难 不是外人 今次我叫你来 有个不情之情 蔡先生请说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想让你 帮我保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先生 先生此次出行啊 本来不是 什么秘密的事 但是鉴于 上次的情况 我党 不得不保护他 可是 依着先生 磊落的性格 他是不肯 受人保护的 所以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最适合了 蔡先生 是想让我暗中保护先生 可否透露一下此情的目的 张家口 考察京章铁路 有一回啊 刘安顺来到我住的祠堂 非要跟我学什么刚劲 我说 我这武功啊 都是我师父 达姆苏王教给我的 可是我这师父 只在梦里教我武功 他还不相信呢 这一路上辛苦了 好好好 来 哎呀 安顺这孩子 是个好孩子 师父 师父 请原谅徒儿 当日不告而辩 不是我原谅你 是师父对不住你 是我的错 你在北京做的事 我都听说了 不愧是我戴海臣的徒弟 荣荣和西平他们 刚办完婚事 我没告诉你 我是不知道 怎么样对你说呀 是我错在先 师父不用放在心上 这人老了 就会办糊涂事 师父 您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没这个福分吧 师父千万不要忌怀 喜平 喜平 喜平比我好得多 他会对荣荣好的 喜来吧 咱俩虽然没有做翁婿的缘分 好在还是师父啊 你的败尸铁 我给你换回了白袋 这黑袋呢 我也把它带回来了 今天咱们爷儿俩就把它给烧了 就把它给烧了 从今往后啊 你还是太古镖局的总镖头 师父 你不要推辞 这件事情 我和喜平早就说好了 只要是你换了白袋 他就要把总镖头的位置让出来 师父 说托儿不能聪明 这对喜平不公平 没有什么不公平 天下之位 有德者居之 总镖头这个位置 你比他合适 有些事情可以让 但在大事面前 要当仁不让 老爷子 这是孝敬您的 我怎么感受 陆姑娘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您就别客气了 您也知道我是干哪行的 这就叫借花献佛吧 上次我来北京 您那么盛情地款待我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既然姑娘这么说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说一下说一下 对了 这是昨天哪 有人给你送来的一封信 太好了 夏叔 陆姑娘 我现在马上出去一下 你们一起吃饭吧 有什么急事吗 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原来你来北京 是来会情人的 难过一路上这么着急呢 什么情人啊 我要见的是 回头再跟你说吧 夏叔 那我先去了啊 你小心点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看看 这么着急 八成是去八大胡同了 啊 嗯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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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 师父 嗯 您说的我都明白 我不识啊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想 我想 我想离开太古镖局 在北京令起炉灶 令起炉灶 你的广顺镖局 在北京是有了些起色 但是和太古镖局比起来 那可是差得远啊 毕竟咱们太古镖局 接的是票号的生意啊 师父 您说的我都明白 突然这些日子 在北京 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人呢 不能有所倚仗 一旦有了依靠的心 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师父 我说句 冒犯您的话 您别介意啊 在太古镖局 您就像棵大树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靠着您这棵大树成梁 这靠得久了 想上这个阴凉 就自然而然的 忘了自己 也要长成一棵大树 师父 我说的 您能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说 师父打了你前行的路 不是这个意思 师父 我到现在才知道 您让我来北京 不是罚我 是重新给了我一个机会 也许在太古镖局 我的路 会走得更顺些 可是那对我没有好处 每个人呢 都要摔跟头 我这个跟头 摔得直 你真是这么想的 是 师父 西平和我 都是您的徒弟 有西平还有荣龙 在太古镖局 守着根基 你应该可以放心的 我现在只希望自己 在北京 能够闯出一番天地 如此一来 我也就不会辜负师父 对我的栽培 说得好啊 真没想到 你比我想的还深 有了你这股劲头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师父 这么说 您是答应了 我不光是答应了 我还想啊 参股 师父您这是 这些个银票啊 是我的 多年的积蓄 你拿去做股本 师父 这是您养老的积蓄 我怎么能要呢 我这钱可不是给你的啊 我是作为你 广顺镖局参股的本金 我是你广顺镖局半个股东 行不行啊 这 这 拿着 谢谢师父 哎呀 好啊 很顺 好 好 慢点啊 说一说还真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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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姑娘 哎 姑娘 哎 姑娘姑娘 哎 来啊 哎 哎 哎 陆瑶婷啊陆瑶婷 你怎么这么没用呢 不是顺道来看看吗 怕什么呢 他又不会把你吃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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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镖头啊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一个人 我瞅着吧 好像是陆姑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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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命令人的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她说 我是你魏国门的媳妇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 我跟她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二 姑娘 您有什么吩咐 就是那个 没事斗曲卷 调戏良家妇女那个 嘎 嘎杂子 您说的是瓦爷吧 对对对 就是他 哪呢 死了 死了 让人把脑袋给砍了 就在前面街上 那个惨哪 到了啊 也没留下个全尸啊 真是善恶有报啊 可惜了 大彪头 陈妍 您刚才看见的 真是陆姑娘吗 我说了 我真的没看清 她走得太快了 阿淑 陆姑娘 陆姑娘 给你了 给我了 我说你这是下棋呢 还是给棋子下面呢 来吧 我没看见 落子无悔 就悔一次吗 你都悔了十几次了 陆姑娘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陆姑娘 我看你是人在这儿 魂没在这儿 陆姑娘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 我看你 我看你油油油油油的 与其不定 八成是碰上什么坎了吧 整我呢 整我呢 那个陆姑娘 是不是瞎子领的二当家啊 是 那你对她是不是动了心思啊 师父 你不用说了 你的反应我都看出来了 你对她动了心 容容跟了西平 这件事我是有愧于你啊 本来你的婚姻 我不该更多的过问 可是这件事不同啊 彪匪不能同道 你一旦越了这个界 那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你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啊 师父 我明白 你不明白 彪匪不能同道 只可以交往 绝对不能通婚 一旦过了这个界 你自己 还有那个姑娘 就无法在江湖上立足 标门会当你是叛徒 西施灭族 罪莫大焉 匪到会把她当成内鬼 势必杀之而后快 这么做不但害了你自己 还会害了那个姑娘 下属 见到人没有啊 of course 先生的风采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啊 今天见了 真是举手投足 一言一行 都有领袖的风范 实为我辈 知楷模啊 见了谁了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见的这位先生 是我的榜样 可惜我在日本的时候 原谦一面 今天见了 真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下属 明天我要陪先生去趟张家口 筹备物资的事情 就拜托您了 你就放心的去吧 无聊死了 好嘞 睡觉睡觉 对了 这次一同去的呀 还有刘安顺 哦 你的衣服 都给你整理好了 带着路上穿 您受累了 娘 容容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说呢 自打你上次 从太古回来 娘就看出来 娘没问你 是因为娘心里 还存着一丝希望 这好好的婚事 怎么说谎就谎了呢 不怪蓉蓉 是儿子的错 要是没有那个陆姑娘 你和蓉蓉 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娘 陆姑娘与我有恩 您不能这么说的 我知道 可是恩是恩 情是情 你向来是个分得出轻重的孩子 这事可不能犯糊涂 那是我第一次坐上火车 火车的确是快的 让人觉得不踏实 年金水跟我说过 时代变了 人要跟上时代 我不懂 盖朝换代 从古至今就没断过 日子不还是照样过 可是坐在火车上 我才发现 原来时代 真的是要让人跟上的 刘彪头 来 坐 安顺 坐 安顺 你是不是不舒服 哦 叶先生 这火车 都是这么晃的吗 第一次坐火车都这样 开始可能不习惯 坐久了就习惯了 我还是站着好了 刘彪头 你在马背上颠簸惯了 怎么会晕车呢 叶先生 这骑马 跟坐火车感觉不一样 走晃又晃的 觉得不舒服 没事我站着就好了 怎么回事 不用担心 这是火车呀 再过山洞 过山洞 对 刚才是在山洞里面 是啊 开凿这么一个山洞 没有个十年八年 恐怕完成不了吧 这条隧道啊 大约有一公里 用的是竖井开凿法 大概用了不过一年的时间吧 这就是现代科技文明发展的结果 我明白了 又香又大的瓜子 来点瓜子吗 卖瓜子嘞 又香又大的瓜子 谢谢啊 瓜子 来点瓜子吗 卖瓜子了 先生 先生 来点瓜子吗 谢谢 不买瓜子了 您看你里边这么多人 磕点瓜子聊聊天多好 谢谢 先生 那好 您有什么吩咐随时叫我 买瓜子嘞 又香又大的瓜子 卖瓜子嘞 卖瓜子嘞 来点瓜子吗 来一包 前面 出头子望 旁边跟着拖前孙 我看这拖前孙有点扎手 先把拖前孙的清了 再见票 拖前孙就交给你们三个了 好 这拖前孙一定要做成 好 来 蔡先生 你们看好先生 外面有情况 我来解决 你们千不要出来 好 出来 瓜子 瓜子 又香又大的瓜子嘞 你 你 你 大郎 你往前凑啊 吓死我了 怎么回事 姚婷 怎么搞的这是 对不住 让您熟悉了 围着这就派人 护送您到张家口 行了 一会儿检查完啊 让大家伙都上车吧 是是是 你在火车上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火车又不是你们家开的 幸好咱们不在一截车厢上 要不然 那些人把咱们一窝端了 我又欠你一条命了 是啊 你欠我那么多 你得赔啊 赔不起啊 就算 我把整个人赔给你 都赔不起啊 想得美 原来你们早就约好了 还把我蒙在鼓里呢 谁说的 是我神机妙算 知道你们要出事 所以才偷偷上车的 我告诉你啊 这回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了 回头得好好算算账啊 欠的再多 有安顺在 轮也轮不上我呀 不打扰了 二位慢慢聊 听见了没有啊 上车了 上车了 走吧 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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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 快进来 陆小姐 坐 陆小姐 原来你和刘先生是朋友啊 难怪身手如此了得 我身手倒没什么 不过 比你身边这位保镖 要聪明一点点 刘表头 陆小姐也是你们 标门的人吗 蔡先生 您猜错了 错了 他呢 是标门 我是匪盗 刚才那些人才是我的同道 怎么 你不信啊 我当然相信 原来咱们才是同道中人呐 你跟我是同道 对啊 不相信呐 不相信你问问他 就在去年呐 我们还是满清通缉的乱匪 这天下 恐怕没有比我们更出名的土匪了 真的 立起啊 可爱 是哀 一种 英雄的乱匪 尤其是 有才是 小呐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普通人 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做个普通人 起码可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是吗 那太让你失望了 我从小就是做土匪的 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早就坏透了 不 改不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就是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丢你人了吗 对不起 我不是你师妹 没有清白的家事 你听我说 算了 你早就说过了 标匪不同道 你放心吧 从今天起 我不敢高攀你了 我说了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吗 说 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鹿姑娘 打镖头 鹿姑娘 打镖头 来 我说什么意思 如果队能出现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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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的 先生 您找谁啊 哦 我找住在这个房间的那位姑娘 您是找陆姑娘是吧 她不在房间里 你怎么知道 下午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 拿了包袱就走了 我是这层楼的服务员 后来啊 一直没见过她回来 你 我等你 暖如冬日的阳光 尽在何方 尽头 可会有你和我 你是在找我吗 我买了票 本想回夏子里 可是我一上车 就觉得不甘心了 我怕我这么一走 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天涯的江湖 不会有你和我 呻念着你 不甘心了 你让我感觉了 我跟他肯定是 你让我感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